周星儀經歷18次化療 終於在前陣子宣告抗乳癌成功 並在母親節前夕開心宣布 即將升格當作家 發行人生第一本散文作品 展開自己的血缸人生 她花了一年多的時間 忌度離癌到抗癌的艱辛過程 甚至還會在書中曝光 自己因為化療掉法 變成禿頭光頭的照片 可說是相當赤裸 不過這些大家可能都很想遮蓋的傷疤 對於現在的她來說 那些則像世光榮勳章的存在 也希望以過來人的經驗 和大家分享一些抗癌歷程 並為正在抗癌的人加油打氣 鼓勵跟她一起生病的愛友們 不要放棄希望 同時還要有樂觀態度和勇氣 去面對生病的事實 而消息曝光後 粉絲紛紛直呼 是一本好值得收藏的書啊